唱歌是 唱歌是这样,我们原则安排好 下一场演唱会是他的 这场是什么唱歌 但是我现在有,我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其实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个 这个有一个动作非常的好 我最近研读了这些诗出 发现在英国皇室的宫廷寓医 他们研究出来一套健身的方法 非常非常好 对对对,我教你来做 你研究一下,你来动一动 如果现场男士也愿意的话也可以站在一起起立 来跟着我教你们 教Charlie这样来做 很简单,很简单愿意起立可以 Steven也愿意起立,欢迎 或者Tony都可以,好 小B,好,男生都可以站起来 首先很简单 首先你把两个脚站好 但不像中医,我们中医常常讲跟肩平坏 但是合在一起 对对很自然,轻松轻松 这是英国皇室宫廷的 非常好,第二个人把你的右手 放在你的胸前 右手三个座椅 这样子放平方 对对对对 好,左手 左手呢放在腰后面这边 因为腰嘛要健身这边 就放这里,大家看好 而且这个手臂呢,靠着手背靠着这边 这样子 现场朋友大家学好,很简单 可以练习你身体的,非常好 然后呢,就往前这样子弯下去 弯下去 好了,起起来 怎么样,这动作很好,现场热烈的掌声 对不对,什么热烈的掌声给他 好小子,你高位 不过我告诉你啊 我最近呢,常常练气功 因为这个气功 我那个气功老师说 我们这个,脊椎啊,很少运动 常常要这样给他开合开 就像这个北架这样 你看啊 他这个脊椎因为肠齿啊 受这个地心的压力啊 就压迫到这个这个软骨 所以常常有骨痴啊 腰疼啊,所以 所以常常要做一些这个 刚刚他做的这个动作 对对对 你不像你做几个看一看 会比较舒服 你这样 做得很好 对对对,再做一次 对对对 你们舒服一点 真的蛮好的 谢谢,真的 我要谢谢大家 真的非常好 非常感谢 今天的观众很可爱 我们做什么 他们都拍手啊 他们明天在帮助我耶 对不对 再来一次 那衣服换好没有啊 但是你这么爱看小秘的秀 你看过她的秀没有究竟 我跟你讲 我就是上一次 跟她在新加坡演出 哇,她在新加坡真是 很有号召力 所以她一唱歌 那个电话 拼命打进来就捐钱 你知道她打一通电话 他们就恰觉那个 就是 不是 那个打电话的人 就当捐款 所以她那天是第一名 是 所以做好事 她真的会有好报 对 不过 好像还没换好 那天我跟杨小平在后台 她告诉我一些事 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说 她有一天在这个厕所里面 就看见一个老太太 那个老太太一看她 啊,开心的乌特朗 哎呀,你的歌啊 我好喜欢听啊 你什么美酒加咖啡啊 什么 梦醒不了期 什么月儿像柠檬啊 哼 她说 你 哎呀,她一下想不晓她叫什么名字 你老太太嘛 你 你是那个 什么瓶 对小瓶 你是邓小瓶 叫她邓小瓶 我看她差点昏倒了 事实上是杨小瓶 那个瓶跟那个瓶 差太远了 好 不是 因为啊 这个也不能怪人家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 我们都有这个经验 有时候看那个老朋友说 哎,好久不久 一直就在想 这个人是谁啊 啊,这个呢 半天想不起她名字 到回到家 她想起来 哦,是叫谁叫谁 所以我们都会有这种经验 对不对 没错 差不多我可以下台上厕所了吧 可以 好 谢谢,谢谢陈嘉玲 谢谢Charlie 欢迎我们再度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她不是邓小瓶 知道她是什么名字吧 我们一起来叫她至少好吧 她叫 杨小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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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